朋友们好 这期我们继续介绍着张河谷的另外两处国宝单位 大云院和龙门寺 离开天台安后 我们前往大云院 我们所住的酒店就在大云院所在的村子入口处 这个村子名为石惠村 距远起寺4公里 距天台安7公里 我们跟着导航行驶 没想到却开入了一条死胡同 只好倒车回来 问了下村里人 才知道走错了一个路口 后面几天我们发现一个规律 导航可以搜某某文保所 一般就可以直达景区门口 大云院被依重栏叠账的龙耳山 前林川流不息的卓张河 僻静幽深 龙耳山又名双风山 山体呈东西走向 南北向深处的九条山脊 向九条巨龙 环抱着一处半封闭圆形地块 正中有一座小山丘 仿佛一颗宝珠 大云院就坐落在这颗宝珠之下 因此 当地人将这里的自然景观称为九龙戏竹 据院内北宋天玺四年的赤刺双风山大云院十方碑记载 大云院创建于五代后近天福三年 出名仙岩院 天福五年建弥陀殿 到北宋太平新国八年 奉斥改名为大云禅院 明代进行过两次重修 基本上恢复了寺院的昔日盛况 清康熙三十一年 当地的一场暴雨将殿与僧舍漂流无存 为弥陀殿和七宝塔安然无恙 大云院为第三批国宝单位 门票二十元 寺院坐北朝南 二进院落 中轴县自南依次为天王殿 弥陀殿 三佛殿 前院东 西佩殿分别为观音和地藏殿 后院东 西乡房移毁 弥陀殿坐落在高一点三米的青石台基上 当心肩射踏道 殿身面阔三肩 近身六船 单沿歇山顶 屋顶平缓 出沿深远 颇距唐峰 相比天台安 它的等级显然更高 外沿斗拱用了五扑座 出现了另拱 相对复杂了许多 沿柱间横向连接用蓝额 扑摆方 蓝额置角 住不出头 因其他唐代和五代的木构中 均无扑摆方 这种在蓝额上加扑摆方 是我国现存木结构建筑中 最早的实例 被誉为中国木构建筑 由唐朝魔术制 向宋代营造法式演变的活化石 弥陀殿 弥陀殿内使用简柱法 仅在后曹明间设金柱两根 金柱放在扇面墙两侧 既满足了殿内安设佛像的功能要求 又扩大了礼佛的空间 正中间供奉着阿弥陀佛和邪式菩萨的塑像 是近代补塑 殿内四周墙壁上曾经绘满壁画 清代开始 因与钦墙体等多种原因 大部分壁画被毁坏 只有东壁和扇面墙上 残存二十多平方米壁画 成为迄今仅存的五代佛寺壁画 东壁为《唯摩节经变》 又名文书问集 是佛经上很有名的典故 描绘的是《唯摩节生病》 佛祖派文书菩萨前来慰问的场面 敦煌石窟中也有同类内容的壁画 虽然壁画现在已残损不堪 但仍可以看处在绘制技法上 是承袭了晚唐时期 娇末宝采的风格 人物生动 线条飘逸 有非凡的艺术价值 二禁院为三佛殿 是一座清代建筑 在大云院内的最北端 供奉释迦牟尼 阿弥陀佛和药师佛 三尊塑像比弥陀殿的塑像 感觉要更精致一些 可能是清代或民国作品 两侧山墙留有着清代所绘的 十八罗汉壁画 笔法流畅简洁 是少见的文人写一画法 走出大云院 还有一座五代时期建筑 七宝塔 此塔在西侧的树林里 后周显得元年雕制 用于安放初创仙岩院的僧人凤井灵谷设立 七宝塔通体用坚硬青石雕造而成 造型独特 雕刻精巧 原为七层 现存五层 下三层平面 呈八角形 通高六米 宝塔分为基座 塔身 塔煞三部分 整体图案共五层 第一层雕刻莲花 狮子 麒麟 飞马等 第二层雕在歌在舞的纪月天 为胡人形象 栩栩如生 第三层转角处雕骄龙柱 柱后雕金刚持剑而立 背面雕甲板门 门飞半眼半开 一笔秋推门欲行又止 这种题材在诵金砖雕墓室中常见 称为妇人半眼门 在五代佛寺石塔上属于首例 第四层周扎垂杖 前后有甲板门 第五层上腹大圆盖宝珠顶 浊张河谷最后一站 我们前往龙门寺 离大云院有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龙门寺靠近山西省的边缘 再往东 就是河南临州了 知名的红旗渠 就是从侯碧村的浊张河银水 而侯碧村与龙门寺 所在的源头村 同属平顺县石城镇 我们一边欣赏河谷两岸的景色 一边听下袁腾飞老师 是怎么介绍龙门寺的吧 近西南和近东南 有很多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啊 在这个小村里嘛 人际罕至呀 也没有游客啊 你比如说长治 就是古上南这一区 长治的石门镇 有一个这个龙门寺 有一个龙门寺 这座寺庙历经后唐 北宋金元明清六朝建筑啊 这一座龙门寺啊 就是半部中国建筑史啊 你到那一看你就能明白 是吧 你看这个宋代的斗拱什么样 是吧 然后到了金代变成什么样 到了元代又变成什么样 到了明清的时候 斗拱为什么消失 他整个的一个这一个庙 不大的一个小院 是吧 里边历朝历代的建筑都有 最早的是后唐铜光年间啊 后唐铜光年间啊 就是这个这个 李存旭的那个年号啊 像这个大殿啊 这个大殿这就是典型的 这个宋代的建筑啊 这个大殿就是宋代的建筑 是吧 然后这就是后唐的建筑啊 这个偏殿啊 配殿就是后唐的建筑 是吧 然后这个你看这这这这些叫船子啊 这巨型的船子 普百方啊 这些东西 就是一部中国建筑史嘛 啊 这个就是典型的金代的 这个斗拱的样子 典型的金代斗拱的 然后大殿上呢 就是宋代斗 这边还有教育 必须为无产阶级什么什么服务 因为这个以前被改做学校了 村的小学 所以这就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导航把我们引导到 龙门寺游客服务中心 当天游客中心没有开放 估计游客不多 我们于是在导航上 搜索龙门寺文物管理所 显示出了新的路线 有一条曲折的山路 可以直达龙门寺门口 其实如果时间充足 也可以把车停在游客中心 走步行道上山 环境清幽 景色优美 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感受 到达平顺县龙门寺本部管理所 目的地在您左侧 本次导航结束 导航结束 龙门寺位于龙门山的山腰处 三面环山 前邻西水 龙门寺的始建年代尚无法明确 最早可能建于北七年间 根据寺内的后堂长兴元年碑 现存的庙宇创立于五代后堂铜光三年 当时寺院叫做龙门禅院 见似的是凤井 我们刚去过的大云院 也是它与后晋天福三年所建 北宋太平新国八年 仙岩院改名为大云禅院的同时 这里赐额为惠日禅院 龙门寺为1996年第四批国宝单位 门票也是20元 山门前立有明代成画15年的一块透明碑 碑壁光滑如镜 是信众整衣正贯后庄严礼佛的地方 天王殿间座山门 建于金代大定年间 坐落于砖器台积之上 面阔三间 近身四船 丹延悬山顶 当心间射板门 两次间安置灵窗 前眼彩画汇于清代 天王殿两侧为地藏十王祠 明正德年间曾在天王殿南侧 建金刚殿 金锦存台积 天王殿垫顶有琉璃集市 前沿下的外延柱头为双昂五铺座 当心肩补肩斗拱 45度、60度和斜拱交叉共用 金代特征显著 增加了受力面积的同时 又兼具美感 犹如盛开在沿下的繁花 殿内梁架为四架船屋分心用三柱 柱额、梁架和斗拱均为金代原物 四大天王为近代塑像 塑像后方仍隐约可看到残留的原代壁画 与永乐宫壁画风格相近 中轴县的第一近院落 上宝流早期回廊形制 正中大雄宝殿为全寺主体建筑 坐落于砖器台积之上 面阔三间 近身六船 单沿歇山顶 出沿深远 两端持稳是由火焰、云纹 前腿撑地、后腿腾空 如自空中向下俯冲 大雄宝殿当心肩设格扇门 两次肩安置凌窗 四根角柱及前沿两根岩柱 均为近东南常见的方形抹棱石柱 据前沿石柱记载 大殿建于北宋少盛五年 殿内塑像为现代布塑 大殿设两根金柱 梁架做法为四船符对后乳符 梁芳和外延 内草铺座上均是有明代维修时绘制的彩画 殿内后墙及两山墙现存明代工笔重彩壁画 共会有十尊佛像 东西两壁各四尊 北壁东西两侧各一尊 色彩鲜艳 粒粉贴金 朱飞天体态风雨 身姿轻盈 悠然自若 2024年上半年开始 山西文保单位官方正式通知 放开科学拍照 可以使用冷光灯 有些塑像的玻璃罩或者围栏也已去除 这对喜欢文物古剑的朋友们真是一大喜讯 当然也不是全部如此 比如以壁画出名的永乐宫还是没有放开 大殿的两侧都可以看到山墙上留有旧时的大字标语 西侧山墙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墙角还有一块石牌 上书平顺县第二高级小校 因为民国时的遗物 东侧山墙标语因为多块豪省建设社会主义 最左侧的那个多字不见了 大殿旁边的西配殿为观音堂 为龙门寺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 也是我国现存五代时期唯一的悬山顶木构 面阔三间 近身四船 前后岩共施八根岩柱 用料粗壮 蓝额不出头 尚无普拍方 还是唐代史的做法 西配殿内无助 梁架简洁 四船扶植通前后岩 设有驼峰和大斗以承托平梁 为现存木件中最早设置驼峰的 西配殿前有一座厚汉前又三年的京床 平面八边形 床身刻有佛顶尊圣陀罗尼京序 及寺庙的历史严格 东配殿为要式殿 与西配殿相对而建 建于明洪至年间 面阔三间 近身四船 丹延应山顶 前后都射廊 教园代以前建筑 斗拱比例显著缩小 柱子变细加长 乌坡变得更加陡峻 装饰性构建明显增多 东配殿内还保存有 作为教室时的一块黑板 燃灯佛殿位于第二近院落 原为毗卢殿 三间悬山顶构造 近身四船 殿内墙上也留有明清时期壁画 虽然寺内碑文记载 可能是明代所建 但其斗拱形制和不规则 两幅符合元代特征 很有可能是元代建筑 明代重建的实例 龙门寺采用三轴线布局 衣衫就是 错落有致 除了刚才介绍的中轴线建筑 东、西轴线建筑 多为明末清初所建的 近南民居样式 西轴线为僧社及库房等附属建筑 东轴线由圣僧堂、水路殿 及禅堂、僧社、马厩等附属建筑组成 门入口的墙上还留有民国时期的汉语拼音四体字母表 这和我们现在小学使用的拼音字母有所不同 但许多来自台湾的游客 却把这里当成了网红打卡点 因为这套字母表台湾还在使用 此外 龙门寺还有宋、金石塔四座、明清古碑22通 以及1400年的古术 如果你对古建筑感兴趣、驻足细看的话 预留半天时间是必要的